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 9月外匯儲備為3.1425萬億美元 比上月減少了220億美元 是連升5個月後的首次下降 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指出 從另一個側面也能看出 中國外匯儲備面臨巨大壓力 就是中共當局目前對老百姓換匯的嚴格控制 目前 中國每年對食品石油和芯片這三樣產品的進口 就需要花費超過6000億美元 如果外匯儲備枯竭 對於中共當局將是相當嚴峻的問題 謝田教授表示 增加外匯儲備是開源和節流的問題 然而在這兩方面 中共基本無計可施 節流這部分 你不能不買大豆 飼料沒有的話 蛋白質供應馬上就會出現問題 沒有芯片 火箭就要掉下來 你的高鐵都會出問題 華為的手機你沒辦法買 新唐人記者金時採訪報導